大陆国防部长魏凤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7号进行视讯会谈 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提升战略互信 中日双方同意尽早设置海空联络机制热线管控风险 岸信夫在谈话中特别提到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安全很重要 会密切注意台海局势 此外日方也对大陆海警船在钓鱼台附近海域的活动表达严正关切 钓鱼台海域一直是中日来往最敏感的议题之一 日前央视才转发日媒报道称 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在23号举办的演习 就是模拟大陆军舰靠近钓鱼台 此外日方继续添购美方的全球鹰无人机 也让大陆提高警戒 全球鹰如果在日本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那个侦查的效率就会要比美国要高得多 中日防长视讯会谈 双方期许两国战略互信合作共赢 不过台面下的军事较劲 依旧暗潮汹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